REPT跟LEM不熟的话 其实前面有一个REPT 你可以练习一下 这个就是重复几颗星 如果你不太熟 你可以插入函数 找到什么文字 因为REPT是repeat什么字 REP就repeat 几个字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找到 我前面讲过 其实如果你完全没使用过这个函数的话 请你看一下 它其实有一定的规则 TESTER的话是文字 逗点 第二个参数是number times 应该是几次 也就是什么文字重复几次的意思 底下有一个说明 所以它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可能你可能会看一下 当然有函数说明细节 只是说它里面的说明 我是觉得因为它有点像中翻音翻过来 所以其实你看翻音不见得看得懂 所以有时候要慢慢去体会 没有很复杂 按确定之后来看 确定之后的话 再来TESTER 所以它其实有点像问答式的 它跟你问几个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 最后它给你你要的结果 也就是说TESTER 比如说我要这个星号 然后它说每100笔给一颗星 所以number times的话 如果你现在给158的话 它会重复158个星 所以按确定的话 它变成一串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不是要150颗星变成这样 我们是要每100笔 一颗星 所以怎么办呢 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100 结果的话就1.58 不过当你按确定的话 它并不会产生1.58颗星 它还是一颗星 只是说 其实这样已经是OK的 但比较精确的是什么 你应该要把这个变成1才对 也就是说我只要整数部分 我不要小数点的话 那你可能要想到一个函数 我叫INT 有没有 INT 前刮盒 再加一个后刮盒 INT实际上就是整数的意思 就int INT就整数 OK 也就是说我把1.58 的1留下就留整数 1.58就舍去掉了 OK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函数 叫做 什么run down 我印象中run down也可以 所以run的是适舍无辱 run down是无条件舍去 OK 只是说 那为什么不用run down 因为run down打太多次了 你要打run down INT只要打三个字就好 OK 所以有的时候结果一样 所以没事 当然你就不要太复杂 INT比较好记 那所以 这边其实你也可以的 慢慢习惯 如果你做完的话 请你看一下预览 OK 没错 OK 如果你是红字 那表示你按确定一定是错误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当然OK 你当然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一定会出错 为什么出错呢 因为我指向的这个字是在C1 可是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C1 会变成C2 C3 OK 所以必须怎么样 记得在1的前面加一个填的符号 OK 然后把它打勾 然后把它打勾 这样向下填满就OK了 好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哦 你在C1前面加 不过有的同学习惯的 在C也加 可不可以 其实前面加可以 但是我不建议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去锁C栏 因为我们主要是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会影响的只有这个列的部分 跟栏无关 除非你向右填满 向右填满的话才会影响到这个 这个栏的部分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一般的习惯 很多人的习惯都不太好 反正就是按F4 两个都锁 当然你在只是单一的状态上OK 可是如果你有时候是只能锁栏 不能锁列的时候 那你就会出错了 这个可能要才会注意一下 我是建议比较标准 应该是只要锁这个就好了 在1的前面加一下 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现在应该就OK了 那再来的话L1N L1N的话就算 再往上 算这个里面几个字 所以插入函数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 就要切到这边 这个REPD再切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有个L1N OK L1N 那它只需要一个参数 就是文字 特别之后你只要看到TESA 一定就是双引号的 前后有双引号那种叫文字TESA 然后他问你说TESA给我一下 我给他 你帮我算一下 所以他帮我算什么 这个里面有几个字 回来告诉你一个数字 Return 有没有返还给你 告诉你说 你给我的这个字里面 我帮你算完了 里面有10个字 不过特别注意 它没有区分中文英文数字 也就是说都算一个字 但其实另外有个函数叫L1N B 多一个B B的话是byte 也就是如果你要算的不是几个字 而是几个byte的话 那 回来的结果就不一样 因为 在旧的版本 2013以前 那个一个中文字算两个byte 然后英文字跟数字算一个byte 可是如果你是全形也算两个byte 不过跟我讲2016以后 全部都变 全部好像都变两个byte 它有改变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过理论上反正你大概知道一下L1N 算几个字 确定 那向下填满的话呢 OK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你要判断呢 你的身份字号是不是正确 一定要10个字 所以有两个字错误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错误的揪出来 你可以透过什么L1N这个函数 好 那如果这个一个这个跟这个的话呢 你会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看综合练习 其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衍生性问题 比如性别怎么判断 这个可能留给各位试试看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的身份字号的第二码是性别 那我如果他是1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性别输出难 不是把1抓过来哦 是怎么做 也就是1他变男 2变成女 OK 这个这一题也许待会也可以自己试试看 那Let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称呼 假如说呢 我希望呢 先把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抓过来 5 后面的话呢 如果他性别是男的话 再补一个什么 先生 如果女的话呢 也许就女士之类的 OK 就是张女士 马先生之类的 那这要怎么做 那这一题的话呢 就需要用到 这一题就相对又更困难 可能会需要用到第一个Let 先抓左边的第一个字 那再来的话呢 再用一辅 这一题稍微可能麻烦 如果应该有用过逻辑吧 一辅 如果他的性别是男的话 那后面就帮他串一个什么 先生 反思就是小姐 或者女士 OK 这个自己想想看 答案的话云端上 我记得好像有放解答 解答在哪 解答在这边 请各位就是到哪里呢 云端白板的文字与知道函数的这个 程式码就是解答 OK 里面也有 IPD这边有 然后刚刚是否正确 这边也可以补一下 性别这个先生 这个可能自己再弄一下 因为这个我想不是算很复杂 自己再把这个完成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刚刚的这一题 如果用IPD加LEN的话 那其实就是什么 第一个手机号码 因为前面是09 所以等于 如果你要放一个文字的话 就双引号开头 09 双引号结束 反正不论是Excel 或者是VBA 只要是文字 都要前后双引号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前后双引号 它就是数字 这个可能要干 END就串接 串什么呢? 串这个 这个没问题 那END 串接什么? 再一个串一个 一个简的符号 一个字 这个简 OK 然后我们先打勾好了 也许你可以先 091 后面的话不要麻烦 84 我要补一个0 这个补两个0 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我要补 所以后面的话END 补几个0呢? 其实可以有个逻辑 因为我刚刚提过 你可以用LEN 去算它里面几个字 如果它两个字的话 那它补几个0? 补一个0 为什么? 因为用3去减 3 减掉2 3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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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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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呢? 在这个后面 打勾一下 0 意思是说我补一个0 那84怎么做呢? 后面再怎么? AND 串一下这个 串到后面那打勾会怎么样? 就084 OK 那在门号木马呢? 其实不用重做吧 因为这个规则 跟这个规则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 就是把刚刚的这个 从AND 把它复制之后贴到后面 然后把G4改成H4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有多多理解的 你不用背 背也没意义 OK Ctrl C 记得你复制的位置 因为后面要多一个AND 所以记得你复制一定要复制到AND OK 不能少一个就不OK了 贴上 然后把这边 改成H4 这边 改成H4 再打个勾 把它点开好 这样子向下填满 就大功告成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应该不算是 算复杂的啦 只是说你用理解的 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这个答案假的OK的话 请各位下面这边也可以看到 这边有 就方法一做的 不过还有方法二 也可以用TEST TEST 更短 OK 怎么做待会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第一个先用REPT加LEM 也订阅 点击 多个先用REPT加LEM 码 一点